大家好 每一个台都是样板戏 所以呢 那个年代的人 样板戏 所有的 你拿出哪一段都会跟着你一块唱 哎呀 行我们今天接着说哈 今天呢 圆圆想跟大家聊一聊呢 她有一天啊 跟冰火 就聊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 以及呢 这个这俩人的 两本书 有一天啊 这个冰火就风风火火的 跑来这个队员说 哎呀妈 你看到了没有 我那个群里边 有几个先生 在聊马克思著作 原来呀 他们都读了好多的 马克思的书 我还以为 就你一个人读呢 冰火呀 意气风发的 掌管着一个将近五百人的一个大群 自然的里面 不乏 藏龙卧虎的 读几本书肯定是正常的 圆圆呢 在盘丝洞里边啊 有时候就被我们认为是左派 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啊 她在聊天的时候啊 有时候就会提起这个姓马的这个大胡子 加上呢 她亲切的称我们这个盘丝洞的坑坑啊 为小佑 或者是右坑坑 于是呢 在她的带领下呢 这个我们一起都喊这个圆圆呢 叫左圆圆 这圆圆就说啊 读马克思不是很正常吗 不读才不正常呢 不读才不正常呢 冰火说 我我就不读 元元说 所以呀 你就是个二货 冰火说 二货就二货 不过我真的不理解 你们怎么读得下去呀 哎呦 有那个马克思的书 你们不觉得枯燥吗 元元说 当然不枯燥了 不枯燥了 马克思恩克思的书 思辨性极强 论战性也极强 我十八九岁的时候 最爱跟人吵架 所以呢 天天的看他们的书 冰火说 哟 看他们的书还能帮你吵架呀 那我说呢 你怎么这么伶牙俐齿的 元元说 我要是 开一个青少年时代 最爱读的书单啊 共产党宣言 绝对要排在前几位 冰火就又问了 你真的能读懂吗 元元说 嗯 说句良心话吧 哎 一知半解 谁吹牛说他青少年时期就读懂了共产党宣言 你都别信 但是啊 一知半解也是喜欢的 那磅礴的气势 年轻人不可能不喜欢 冰火说 哎 我就懒得去看了 要不然啊 干脆这么楼头了 你就给我讲讲呗 这元元一听啊 话匣子就开了 共产党宣言开头 第一段话 就是这么写的 一个幽灵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大陆徘徊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救欧洲的一切势力 沙皇 教皇 梅特涅和街子左 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 都联合了起来 听听 多棒的语言 冰火说 哎 听着是挺带劲的啊 元元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啊 在这个共产党宣言里边就宣布 迄今为止 一切社会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冰火说 这么说正确吗 呃 元元说 我不认为不正确 他俩呢 还宣布 共产党 人把自己的理论 就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 私有制 冰火就又问了 冰火现在是一个小业主啊 你认为这也是正确的吗 元元说 这个 下次我专门再跟你讲吧 今天先讲这个 共产党宣言里边 还有一句 我特别喜欢的话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冰火说 哎 这话还行 这话讲的好 元元说 他俩呀 还在这个共产党宣言里边向全世界宣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冰火一听这个就又说不出话来 元元说啊 这坦白豪放 1948年2月24日 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了 冰火特别惊讶 啊 这样的书居然可以正式出版 元元就没搭理冰火 继续唠唠 这一话匣子打开就搂不住啊 他说但是啊 这个发表的这一年 那一年的马克思30岁 恩格斯才28岁 两个年轻人嘛 理论文章不可能很全面 1883年3月14日 共产党宣言出版33年以后 马克思在伦敦去世的 马克思在伦敦去世的 3月17号 葬礼呢 在这个伦敦城北的海格特公墓 举行的 当时呢 恩格斯就在这个葬礼上 发表了讲话 这篇讲话呢 也是元元元当年特别喜欢的文章之一 恩格斯说啊 3月14日下午2点3刻 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停止思想了 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 当我们进去的时候 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的睡着了 但已经永远的睡着了 冰火说 哟 这是无稽而终啊 元元啊 没理这冰火 继续唠叨 恩格斯啊 在这个讲话里啊 说 马克斯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他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 这里就豁然开朗了 而先前 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批评家 所做的一切研究 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恩格斯呢 在这个讲话里还说 马克斯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污蔑的人 各国政府 无论是专制政府或者是共和政府都驱逐他 资产者 无论是保守派或极端的民主派 都竞相的诽谤他 诅咒他 但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 把他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的扶去 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予以回敬 现在他去世了 在整个欧洲和美洲 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 千百万革命战友 无不对他表示尊敬 爱戴和悼念 而我敢大胆的说 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恩格斯又说 他的英明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这冰火啊就听不下去了 有点不耐烦 就问那圆圆 哎就打岔 你今天开车开到哪了 是严城啊还是南巡啊 圆圆啊不理他 反正这话匣子开了 就露不住吧 继续说 其实啊 在这个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漫长岁月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社会的观察 他一刻呢也没有停止对自己的反思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写下的那个大气磅礴的共产党宣言 那肯定是哪个少年书生都喜欢的 冰火停下去了 啊这这这这行 圆圆啊就接着说 马克思呢 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恩格斯也不是 小时候啊 那个圆圆那时候 他读那个 梅林的马克思传 当时他就惊讶马克思里边的 有一句话 是什么呢 那是在191882年 也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 马克思呢 对自己的女婿保罗法拉格说 我本人无论如何 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冰火一听 什么 他自己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这这全世界怎么办啊 这 哎 圆圆说了 后来啊 我读的书多了一些 我就知道了 恩格斯说啊 马克思五次强调了自己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冰火说 天哪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这让那些人情何以堪啊 圆圆说 我也不知道 黑格尔去世前 也曾对世人说 没有人了解黑格尔 这让黑格尔的那些信徒 以及后来的崇拜者 无比尴尬 马克思呢 马克思呢 就更甚了 他居然说自己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那你说让后来各式各样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的这些人 何以堪呢 圆圆想啊 写作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恩格斯 当时他们都是血迹方刚的青年 他们一起号召革命 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武装夺取政权 用暴力消灭私有制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自己的不断成熟 他们看到暴力革命并不是最合适的手段 而资本主义阶段也是没有办法跨越的 所以呢 他们转而寄希望于美国英国这样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工人 采取罢工的这种温和方式 寄希望于呢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转化 马克思啊 后来在他的资本论出版的序言里边 他已经特别明确的表述了自己认识上的这个变化 冰火说啊 改变了 原人说对啊 如果说1883年3月的共产党宣言 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开篇之作 那么1895年3月 恩格斯独立撰写的卡尔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西斯阶级斗争导言 这里边则成为了他们俩的收官之作 在写这篇导言的时候啊 恩格斯已经75岁了 是最成熟的时候 在这篇缜密的文献中啊 向全世界展示了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反思 冰火就问了 那他在那个导言里边说什么了 原人说 他在导言中说 当1848年革命爆发的时候 我们丝毫的不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 而结局呢 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 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做的还有更多 他们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雾 而且呢 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1848年的斗争方法 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成就了 冰火就不懂了 说这个1848年他指的那个斗争方式 呃是什么什么意思 是什么样的呀 圆圆说 那就是在大尖上 修筑接垒 进行所谓的暴力革命 呃 就是这样的 既然那些暴力革命的方法 已经成就了恩格斯呢 于是就提出了新的斗争方律 他在这个导演中啊 就赞扬这个德国的工人阶级 他说呢 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 最守纪律 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 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做出了 这一头的一个贡献以外 他还对他做出了第二个大的重大贡献 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 最锐利的武器 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新的武器 他们向这些同志表明了 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冰火说 哎呀妈呀 这这这不是跟那个共产党宣言的提法 就完全不同了吗 别人说 与时俱进啊 恩格斯坦率的承认了过去和马克思两人的错误判断 由暴力革命转变为了议会革命 冰火说 哎 这我觉得转变的还是挺好的 元月说 其实啊 早在两年前 当这个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 去问这个恩格斯 德国社会党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恩格斯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 我们是不断的发展论者 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的规律强加给人类 但是呢 他仍然强调 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的时候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写完导言那几个月后呢 1895年8月6日恩格斯实施了 冰火说 讲完了 元月说 讲完了 可 可你一点也没讲清楚啊 元月说 讲得太清楚了 嗯 好 我们下期见 好 来